這個是第二關,再講字串 前面我們說過字串它的用法就是 用一號把文字刮起來 這邊它要做的是Brain的helloLife Brain helloLife 是Brian 第二個是 這個 照照照照 把這些值散過去 所以它 這個也很簡單,就是把它等號 等號的右邊變成它要assign的那個字串而已 然後下面是把它印出來 然後我們前面有說過要印出來的話 你可以用括號或者是像這種語法 兩個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是跳脫字圓 跳脫字圓在C++應該有學過 就是像這種 寫線N 或者是你想要打一個引號 你要寫一個寫線引號 這樣就是要打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例子就是 假設你現在要的這個字串裡面本身就有一個引號的話 那 在這個Python裡面 它就以為這個字串到這裡就結束了 那它就不知道這個後面在幹什麼 所以這邊這個就會有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就是在這裡加一個 反斜線 這顆 那這個東西加上去以後 它 這個引號它就會被當成一個 它就會當成一個是要另外看待的東西 所以這個字串它就會變成 這個和這個 這兩個引號包起來那個才是它的字串 那一樣可以注意一下這個顏色會改變 所以 這個 原本它以為的字串是這一段 黃色 那我加了這個以後它就會整段都變黃的 所以這個這樣 這樣就把它修好了 那其實這還有另外一種修法 就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子 就是你把這個東西改成 這種引號 這樣也是一個修理的方法 就是雙引號 單引號 雙引號 所以它開頭是雙引號的時候 它就會期待看到另外一個雙引號才會結束 這樣也可以 這也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接下來這個在講字串的index 要怎麼取 所以這個像 012345 它就是說 它就從零開始算 所以第0個就是 012345 就這樣 所以 5th later 就是第5個 這邊說 假設你要1 y的話 那就是取這個第一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y拿出來 所以就是 python 1 那 如果是第5個 就是 5th 所以是 1 2 3 4 5 第5個是他 所以 5th later 其實它是 第4號 對不對 就是1 2 3 4 因為是從零開始 所以就是 這樣子 這邊你要記得就是 它是用零開始算的 然後 欸 它這邊有一個 你要看一下就是它的 instruction是說 是這個 Monty的第5個 所以 這邊不是python 這邊是Monty 第5個字元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自傳有一些方法 像前面說整數的話 它可能會有那個 int 或者是float 這些 或者是str 那這邊自傳有一些方法 像len len 就是它的長度 然後lower就是把它轉小 就是大寫變小寫 就是大寫變小寫 然後小寫變大寫 然後str 就是把它變自傳 所以第一個問題 它是要說 你要建立一個自傳 它叫parrot 然後它的紙是 Norwegian blue 就是第一個 Norwegian blue 然後接下來 第二行就是要打這個 Length of Parrot After Print 所以它就會把這個len 把這個東西的字的長度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是第二題 所以這個東西總共有四個字元 然後第三個lower lower就是 就是用自傳的後面點 lower 這樣子 所以這個點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中文的的 就是 你得我得的那個的 所以這是 Ryan的小 變小以後的答案 所以就是 ryan.lower 那就會變小寫的r 然後這邊 就是 co-parrot on co-lower on parrot 所以這邊是 要印出來 所以是 parrot 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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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會把這個parrot 然後把它轉成小寫 所以你可以預期一下 這個n跟b應該都會變小寫 像右邊這樣子 然後這upper也是很類似 就是 parrot 它就會變大寫的 然後str 前面也用過 就是它可以把任何東西轉換成字串 所以你要是str2 它就會變成一個2的字串 那pi 假設 第四行 在第四行 建立一個variable 叫pi 然後它等於3.14 然後就是呼叫str pi 這樣就可以印出3.14來 那 剛剛這個東西就叫dot notation 就是 就是dot notation 這樣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剛剛說的就是用 它就是的 所以 就是某某東西的大寫 或是某某東西的小寫 這樣 然後這一關它要做的事情是 第三行 你要呼叫len 然後呼叫在這個的上面 所以就是len 掛好它 然後第四行就是 ministry.upper 這個前面幾乎都有做過 這個前面幾乎都有做過 所以 這個function的呼叫方法有兩種 第一個是 對這個東西 然後呼叫這個len 就是用length of 這個你就可以把它唸成 你可以把它唸 length of ministry 這個你用英文唸大概就是這樣 length of 這個 因為你平常唸function的名字就是f of x 所以這個就是length of這個 那如果這邊就是 ministry.upper 就是它的 大寫 就是這兩種 翻譯的方法 那這邊就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有些要用 dot notation 有些不要 那這邊應該是跟物件导 像有關 你可以去看看 print the setting 那這邊說 這是我們前面說的 這邊是editor 然後右邊是console 那他現在就是要print這個東西 好 這關我不知道在幹嘛 print variable的話 然後 他就說 the machine goes 然後他的指是png 然後print machine goes in line 6 所以把它印出來 欸不對 印的是這個 print this one 欸 declare the variable 喔 這邊不可以是 引號 剛剛如果這邊有引號 的話印出來就是這個 所以我這邊要把引號去掉 他才會去取這個變數的值 這樣就對了 然後接下來 子串的加法 在前面也說過 所以他這邊要把這三個子串加起來 所以就是 tas and 加 and 加 x 然後 然後 就這樣 print 然後接下來 痾 String Conversion 這個前面也說過 就是用str把它包住 那他說如果你直接跑的話會爛掉 好 這就是預期的嘛 因為是自傳加一個數字 所以這邊要包str 把括號起來 它就會變一個自傳 然後 formatting 這邊就是比較特別就是 有個叫格式化的自傳 那如果你對應到C++的話 就是printf 然後就會什麼 百分比d 然後 百分比d 然後 都點 A都點 B 類似這樣的東西 C++會有這樣 那在這個Python也是很類似 所以他的寫法就是 其實很像 就是你要 你要換掉的東西就是用百分比XXX 就是這個 或是百分比這個東西 那你要取代的 用來取代他的東西 就是放在後面 所以這個東西會取代他 然後這個東西要取代他 這樣 所以基本概念就是 你在自傳裡面塞一個 要被取代的字元 然後 自傳結束以後要塞 要被取代的字元的內容 是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這邊 他的 他要做的練習 是什麼類 就是你想一想他會幹嘛 所以我剛說 這個應該會過來 然後這個應該會過來 然後這個百分BS 代表他期望看到後面的東西是自傳 所以這一題就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種 接下來就是要練習這個 自己寫一下 所以這邊就是百分BS 然後百分BS 百分BS 然後這邊好像是百分號 這樣就好了 這邊沒有S喔 這邊就是百分號 所以第一個會過來 第二個會過來 第二個 第一個Name在這裡 然後Quest會對過來 然後Color對到第三個 那這邊有個東西叫RollInput 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 function 它的功能就是 它會問你一個 就是這個是要顯示在螢幕上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在這邊打字的話 你打字的內容就會傳到這個 左邊的這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按Roll 然後它第一個 它現在在執行第一行 所以它就會問What is your name 然後我現在打的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按Dexter 然後我按Enter 我按下Enter以後 第一行就是執行完 所以執行完以後 這個Dexter這個字傳就會傳到Name裡面去 然後What is your quest I don't know 那就...No 然後第三個FavoriteColor Yellow好了 所以... 打太快了 SET 為什麼是SET啊 這是Bug嗎 我剛剛什麼都沒按 那個程式好像有點問題 那...碰到這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 因為我剛剛什麼都沒按 它就變成在轉 然後可能它網站有問題 那碰到這個情況 我通常都會先把這個程式碼複製下來 然後再按一次Roll 要是它這邊被清空的話 我就再貼上一次就好 DexterNo 這樣 好 這樣就對了 所以... 我程式碼都沒有改 只是它剛剛不知道為什麼觸發了什麼... 什麼開關 它就開始跑 所以這邊就是... 哆啦哆啦哆啦 這樣 這個答案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是... Something completely familiar 所以再複習一下 這個是自串 自串 然後這個也是自串 然後... 然後... 這邊是自串 因為它是用單一號 把它掛起來 那這個是因為它是一個... 用STR把它掛起來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String Method 就是有一種叫LEN 它的功能是算... 這裡面的長度是多少 然後... Upper 就是把它轉成大寫 Lower轉成小寫 然後print 那... 比較厲害一點的話就是... 用這個取代的方法 printf 然後...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然後... 知道什麼 接下來這關要做的事情是... 第三行... PREATE VARIABLE 叫做... MyString 然後它就是... 啊哈 然後... 第四行... LEN 所以我猜這... Length of myString 然後要print 然後... 接下來是... MyString.upper 把它的大寫印出來 這樣... 所以這一關就這樣子而已 後... 所以就... 結束 第二關